紧接着铁门被打开了 一把锋利的电锯出现在了两人眼睛 而另一边女人看着手表是惊异 男孩并未放 反而下水道中却流出了鲜血 本以为男孩已经被杀人或杀好 不料下一秒却从血水中钻了回来 原来男孩并未困了六天 所以直接被放 随后男孩向女人说明了自己知道的一切情况 接下来的一天 男孩走遍其他几个空间 让所有人将衣服脱下 并最终收集到一起 让女人制作了一个假 紧接着女人拿着紫纸当工匠 很快杀人魔打开铁门走不进 而女人则勇敢地护住男孩 等待最终的结果 杀人魔剑撞大雾上前挥出电影 不料女人却急事录 一句假人却被砍团在地 而女人此时也大喊让男孩快速逃 男人刚想要出来 不料男孩却将铁门牢牢插子 将他困在了里面